好雨则是狂扫北马地区 玻璃市亚楼 加央和巴东雾沙地湾地区 再次爆发了水灾 当局设立了三间零食疏散中心 收容了84名灾民 亚楼多条主要的道路也被洪水给淹没 而且水流相当的湍急 根据玻璃市水利灌溉局网站公布 州内水坝和河流水位的数据显示 芝麻打酥水坝的水位已经达到了29.64米 超过了危险水平线 而亚楼基亚河也达到了9.88米的危险水平